Hello Egress 我是K斯汀 上次聊到做人如同弥勒佛般慈祥的拉面之神山岸英雄的生平 誰知道他的名艷大聖軒竟然在山岸英雄過世之後面臨弟子分裂的危機 今天就讓我們聊聊拉面之神弟子的正統之真以及著名的弘葬場事件 拉面之神山岸英雄生前不只是手藝了得 個性更是難能可貴 不藏私 性格好爽的老爹從來不在意弟子打著他大勝圈的招牌在外闖蕩 這種個性自然而然吸引到了大批年輕廚師爭相敗師 直接教導過的徒弟超過百人 但這種毫無忌諱無私培育門徒的做法 在山岸老爹過世之後開始出現問題 首先最首當其衝的問題自然是 大勝軒這塊響徹雲霄的招牌該由誰來繼承 誰來擔當扛起金字招牌的第二代當家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 因為山岸英雄在過世之前曾經明確表示 將自己大勝軒的名號傳承給弟子范顏敏諺 范顏敏諺在山岸底下修行了兩年 老師傅晚年身體不好的時候也時常在旁照顧 師傅過世以後范顏敏諺接下了 唯一能夠被稱作本店的東池袋大勝軒 並與其他60名弟子成立暖聯會 希望延續大勝軒的名號並持續壯大 一切看似再正常不過的接班 卻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出現問題 剛才講到山岸義雄從不介意學成的弟子 在外營業使用大勝軒這塊招牌 不過很多人其實對於這個做法是有疑慮的 畢竟這個名字的名氣這麼大 只要哪間打著大勝軒招牌的店出了問題 或者只是單純的不好吃 就會影響大勝軒的金子招牌 范顏敏諺很顯然就是會在意的那種人 成立暖聯會不久就開始建立金字塔制度 暖聯會成為了類似總公司的中央單位 其餘四三日本各地的大勝軒都要被統一納入管理 否則就會被視為非正統 除了建立起正統與否的界線 范顏施行了多項讓許多弟子無法接受的措施 包括授權開發新品 公關宣傳須審核 以及禁止所有的分店自由接受媒體採訪 如果有媒體邀約就要經過總公司的同意 否則一律只能到本店進行採訪 當時異間店的成敗 往往都取決在能不能接受到媒體採訪 藉此吸引人流 這個規定一下來之後 引起了非常多弟子的反彈 認為這個舉動根本就是為了成就二當家的行為 因為反對二當家犯引的做法 一共有三十一名原本在暖聯會的弟子成立了 魏雨昕守護會公開反對范顏 兩派最嚴重的一次直接衝突竟然是在山岸義雄的告別式上 山岸義雄沒有子嗣 所以身為接班人的范顏便成為了這次火葬儀式的負責人 各位可以想像拉面之神的葬禮 在當年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大事 有多少弟子因為接受到師父過世的消息 需要藉著送師父最後一程來緩和自己心中的悲痛之情 但范顏竟然沒有公開火葬葬禮的時間跟地址 而且僅讓少部分人能參與 魏雨昕守護會的人甚至完全沒有接到通知 葬禮的日期和地點最後當然還是洩露出去 可是守護會的人到了現場卻不得其門而入 理由是僅開放給親戚進入 超過二十名弟子到了現場卻只能夠站在門外 下著小雨守護會的創辦人田內川申戒拼了命的協調 一席人最終得以目送師父火葬 並且在親戚的幫助之下取得了一小塊師父的遺骨 協助火葬完成了心願 在這起火葬場事件落幕之後也正式宣告兩派分裂 也完全沒有修復的客人 田內川申戒自此之後 大肆在媒體上抨擊范爺的行為傲慢至極 控訴范爺壟斷了大勝宣之名 對於分裂派的大肆撻伐 范爺則是相當低調 對外都已不願意評論拒絕媒體口水 本店東馳在大勝宣因為本身的名氣 持續迎來了大量的客人 即使老師父走了 生意仍然相當熱絡 范爺也在媒體的報導之下 以接班人的身份斬擊了許多的正面形象 但他無心鞏固美味的缺點 卻也逐漸被客人看破手腳 讓暖連會出現了一個被攻擊的致命弱點 魏宇欣守護會在官網上寫下了這段文字 山岸大師死後我們能做些什麼 守護會的目的不應該玷污山岸大師的名聲 因是集結想法追求品味互相幫助 一同提供大勝宣的傳統味道 沒錯 重點就是大勝宣的味道 上一支影片裡有提過 想要復刻山岸英雄湯頭的味道極難 但如果要選出一位能做出最接近師父原本味道的人 守護會的田內川就是不二人選 山岸英雄曾經對學成準備出去打拼的田內川說 只有你也不曾改變過我的味道 你也不該改變 田內川開創的浴茶水大勝宣也成為了許多老顧客 時常光顧的名店 東池在大勝宣打著本店的光環 但提供的拉麵品質卻開始退步 也接受到許多客人批評他們的味道已經不弱以往 就連飯也都不得不在訪問當中坦承 吃到師父沾麵的味道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憑著記憶努力去靠近師父曾經做過的味道 但時間長了自己的味覺自然有改變 自己也不確定是不是真正還原了師父的味道 隨著批評飯也不認真的聲音越來越大 勝利的天秤似乎開始逐漸朝守護會的方向傾斜 有人分析飯也先生開始自稱自己為二代之後 大勝宣逐漸令人感到陌生 開始推動自動化 總店味道變差 許多客人開始抱怨 真正讓這起事件落幕的關鍵在於另外一個更有歷史的拉麵組織 完成會成立於1959年 當時成立是為了要提升拉麵師父在餐飲界的地位跟形象而建立的 久而久之便成為了日本拉麵界最重要的組織之一 山岸義雄在生前就是積極參與運作的重要人物 對於每一位山岸弟子而言 完長會就是他們認定的宗師 所以當完長會在師父過世之後的隔年宣布與魏宇欣守護會整病 並且范野先生將退出的消息公布之後 所有人都認定當初的二代已經失事 守護會獲得了正統的名分 為期三百多天的衝突宣告結束 勝利方代表田內傳生界並未對奇異成功發表任何言論 他個人則是繼續在玉茶水大聖圈堅持傳承老師父的手藝 並且重新復刻了許多山岸義雄生前的菜單 除了繼承了師父的拉麵之外 他在2016年也推出了一系列山岸義雄喜愛的咖哩飯 據說是因為山岸義雄的父親是海軍 小時候跟父親在船上吃了海軍咖哩以後就念念不忘 田內傳使用的豬肉、洋蔥、紅蘿蔔跟土豆 混合了大聖圈招牌的拉麵湯 成功復刻了當時山岸式咖哩的味道 他推出了原味、炸豬排以及沾麵三種版本 獲得了老客人的一致好評 他自己也延續了這條思路 創作了原創醬汁味炒麵跟再版貴景咖哩 奪下了2017年神田咖哩大獎名副其實的青出於藍 以上就是大聖圈經營之爭的內容 各位朋友有去吃過哪一間分店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我是Kate思丁 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